大家好,我是Liliana J'habitais à Calcutta avec ma sœur Tu aimais l'école ? Comme ci, comme ça En fait, j'aimais bien m'amuser et rire J'avais beaucoup d'amis On s'amusait bien Tu pensais venir un jour en France ? Pas du tout Mais j'avais envie de voyager de connaître d'autres villes d'autres régions d'autres pays Mais c'était un rêve Maintenant, mon rêve s'est réalisé 接下來,我們一起理解 這個對話的內容 這個對話是發生在 兩個好朋友之間 Tu habité où ? Quand tu avais 16 ans ? 好,這邊 這個整個對話都是用的是 L'embarfait未完成過去時 因為都是對過去的 一種回憶回想 所以這邊所有動詞都用 L'embarfait 那這邊, tu habité habité,動詞原型是habiter 就是住的意思 Tu habité où ? Où是哪裡 ? Quand ? 就是什麼時候 ? 意思 Tu avais 16 ans ? AVE這邊動詞原型 是 avoir 就是有的意思 就是當你16歲的時候 你住在哪呢 ? 這邊是對過去的一種回憶 就是在16歲的時候 你住哪裡呢 ? 那這邊都是用的是 L'embarfait Tu habité où ? Quand tu avais 16 ans ? J'habité à Calcutta avec ma soeur J'habité 這邊也用了 L'embarfait 未完成過去時 表示對當時的一種回憶 那 je遇到這個 habité 是20開頭 所以把A省掉了 J'habité à Calcutta Galcutta 是印度的一個城市 加爾各大 那在哪個城市呢 ? 就用A這個解釋 Avec 就是和的意思 Ma soeur 就是我的姐姐或者妹妹了 這邊沒有詳細的說明 J'habité à Calcutta avec ma soeur Tu aimais l'école ? Tu aimais ? Aimer這邊也用L'embarfait 表示過去 當時你在上學的時候 一種回憶 就是你喜不喜歡學校 這邊動詞原型 Aimer 這邊是用L'embarfait 未完成過去時 Du aimais l'école L'école就是學校的意思 就是你當時喜歡上學嗎 喜歡去學校上課嗎 Du aimais l'école ? Comme si comme ça Comme si comme ça呢 表示一般般還行 就是我既不討厭 也不喜歡學校的意思了 Aufait J'aime bien m'amuser et rire Aufait 一個固定的短語 表示事實上其實的意思 J'aime bien 就是我很喜歡 這邊呢 也用了這個未完成過去時 Aimer 這個動詞原型 Aimer 就是喜歡 它是一個情態動詞 後面用動詞原型 那這邊 Mamusei 就是玩耍的意思了 那它這邊的動詞原型 是Samusei Samusei 是一個代詞式動詞 表示玩耍的意思 那這邊主語是 那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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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變成Me Me 遇到這個 Amusei 是原因開頭 把E省掉了 Mamus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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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邊的動詞原型 當時我來說是一個夢想 這邊 我們在上一個視頻已經學過了 是對應的 這個動詞原型 是 那Ce 遇到Ete 是原因開頭 把E省掉了 Ceder D'un rêve 這邊 對於我來說 當時是 旅行 認識別的城市 別的這個區 別的這個國家 是一個夢想 Maintenant Mon rêve C'est réalisé Maintenant 就是現在了 Mon rêve 我的夢想 C'est réalisé 這邊 是用了 Bassé Gomusei 符合過去式 這邊 為什麼用符合過去式 因為我的夢想已經實現了 因為他現在人在法國嘛 他已經來到法國 也也旅遊啦 也認識別的城市 別的這個 國家啊 區啊 所以他的夢想已經實現 這個動作已經發生 並不完成了 所以這邊呢 是用的是BasséGomusei 那這邊動詞原型 C'est réalisé 表示實現的意思 那這邊是一個代詞式動詞 在符合過去式呢 用at作為主動詞 那C遇到這個at 對應的第三人稱 動詞分別是A C遇到A 是原因開頭 把A省掉了 就變成C realisé 這邊是動詞 過去分詞哈 realisé 那現在呢 我的夢想呢 已經實現了 Maintenant mon rêve c'est réalisé 接下來我們一起學習今天的語法 今天呢 我們繼續學習法語裡面的這個 未完成過去式 L'un buffet的這個動詞的變位規則 那在上一個視頻當中 那在上一個視頻當中 我已經講解過了這個 辨位的基本規則 那今天呢 我們繼續來看別的動詞哈 autre verbe 就是別的動詞了 第一個動詞 parler parler 表示說的意思 那我們說 對應的nu的這個直層 是現在式的動詞辨位呢 是nubarlon nubarlon 那我們把這個ons去掉之後 就是它的詞根 那詞根加上我們上一節 比如說我寫歌說的這個l'un buffet的這個 未完成過去式的詞尾 就是這個動詞parler的這個 未完成過去式的動詞變位了 那比如說je加的是aes 就是je parler je parler 那剩下呢 就是加我們 就是 未完成過去式的詞末 我就不一一列舉出來了 我們接著學第二個動詞 penser penser呢 有想思考考慮等等的意思哈 那對應的nu的直層是現在式的動詞變位呢 是nubonson nubonson 那我們把這個ons去掉之後呢 這個pens 就是這個penser的這個 未完成過去式的這個詞根了 那加上我們上一節課說的這個詞位 比如說je加的是aes 就變成je penser je penser 我們來學第三個動詞 alé alé就是去的意思哈 那對應的nu的直層是現在式動詞變位就是nubzalon nubzalon 那把ons去掉之後就剩下all 那這邊all 就是alé的這個lambafé 未完成過去式的這個詞根了 那比如說je加的是aes 但是je遇到alé呢 又是原因開頭把a省掉了 就變成jallé jallé 接下來我們學習第四個動詞faire faire的意思就是做的意思了 那faire對應的nu的直層是現在式的動詞變位呢 就是nubzalon nubzalon 那把ons去掉之後呢 就剩下fais 那這個就是faire 這個lambafé的這個詞根了 那je加的是aes 就變成je faisais 好我們來學習第五個動詞 bevoir bevoir 表示能夠的意思 那對應的nu的直層是現在式的動詞變位是nubzalon nubzalon 那我們把ons去掉之後呢 就剩下bouv 那這邊呢就是bevoir 對應的這個lambafé的詞根了 那je的話加的是aes 就變成je beuvais je beuvais 接下來我們學習最後一個動詞savoir savoir savoir表示知道的意思 那對應的nu的直層是現在式的動詞變位呢 是nubzalon nubzalon 那把ons去掉之後呢 就剩下sav 那這個就是這個savoir的這個lambafé的這個詞根了 那je加的是aes 就變成je savais je savais 那接下來呢 有兩點要注意的地方c 是這式哈 c 那在法語裡面的這個未完成過去時呢 是cd cd 這個c遇到這個ad是原因開頭把r省掉了 就變成cd cd 那有ilia 這個a呢 對應的未完成過去時是ave 就變成iliave iliave 這邊要注意一下 那我現在呢 快速來總結一下法語裡面的這個未完成過去時lambafé的這個動詞變位規則 就是先找到這個動詞對應的nu的直層是現在式的動詞變位 然後呢 把ons去掉之後呢 剩下的那個就是未完成過去時的詞根 然後呢 這個詞根 就加上我們這個未完成過去時的這個動詞變位的這個詞尾 是je加的是r e s du呢 加的是r e s il l 加的是r e d nu呢 加上的是e o n s u呢 加上的是e o z il l 加上的是r e n d 那這個呢 就是我們法語裡面的這個未完成過去時的動詞變位規則了 接下來呢 是佈置作業的時間 今天呢 留一道題作業給大家 大家仿照這個例句呢 呃 填寫這個句子的後面半部分哈 主要用的是這個lambafé來進行填寫了 好了 大家有時間的話 在這個視頻底下寫一寫作業 我有空呢會幫大家修改的 喜歡這個視頻的話 記得點贊 轉發留言評論哦 有什麼疑問的話呢 也可以在這個視頻底下留言告訴我 那我們下次再見了 A la prochaine Salute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